就好像就是没有用心地去送礼物给我 是不是他随时随地会闹事 对啊 反正总猜不透 有一次他出去玩 然后手机又突然丢了 我就帮他回 手机到底在哪里丢 然后第二天我接他下班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这么扣 我到底怎么了 肯定扣啊 怎么不扣啊 我同事知道的第一反应就是 将他备用机给我使用 我记得你都有一个备用机的 你都不给我使用 我就不好意思提起来 我那个备用机已经一年多都没有用了 我根本就忘记了 而且你就只是帮我找而已 你就没有那个行动 听明白了 手机丢了 我帮你想 在这儿丢 在那儿丢的 第二天去了之后 没事了 人生气了 为什么呀 你没给我买一支啊 是这意思吧 对啊 猜明白了 猜明白了 还能猜中一个也不容易 还有什么事啊 还有 还有 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唱歌嘛 还带上了套 我就去等几首歌来唱嘛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 点那一首歌 然后我就一头万一的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 然后我就回去想了 一晚上都还是想不出 他就说点那一首歌 对啊 我来 那就是叫那一首歌 有那个歌吗 那天我真的超级伤心的 因为就在KTV的前几天 我跟他在公交车上面 已经听过那一首歌了 不是 那一首是什么歌啊 喜欢你啊 喜欢你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说那么明白 就没有默契了吗 没有意思了吗 你知道女孩子都喜欢浪漫的 就喜欢那种默契感 然后他甩脸就走 然后还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傻 然后他走了之后 手机也关机 微信也不回复 我真的 我真累啊 对 理解 理解 真的很累 确实发自内心的话是吧 对 这个恋爱谈得很累 唱KTV的时候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那儿 自己一个人跟朋友嗨去了 我难道不甩脸就走 平时他就老爱在那里 小题大做 总是爱找事 跟他交往了两个月 我就跟家里人说女朋友的事 然后后来我还带他来我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 他就看了我跟我妈的聊天记录 然后他就说我妈 怎么把他名字也打错了 打成叫高圆圆 他说 然后他就不开心了 我妈四五十岁的人 打错个字不就很正常吗 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对 你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下呢 那本来就是嘛 那打错了字 肯定要第一时间纠正呀 他作为我男朋友 没有第一时间纠正 我觉得他就是对我 我重视啊 就是不够在乎我呀 他心里想的是高圆圆 而不是你 对啊 而且万一他习惯这样子 以后 无论是我的名字 还是我的任何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都不重视的话 那以后我们长期在一块的话 那会很大问题的 这怎么可能嘛 而且他还经常看我微信 然后我是教游泳的嘛 然后他一看到我 你是教游泳的啊 对啊 教别人游泳嘛 教小孩子 然后他一看到我 有那些新的女学员啊 他就立马不高兴了 有一次呢 我在上课嘛 手机在旁边一直在想 而且我在水里面 我怎么上去接电话 你说对吧 然后我一下课了 打电话还要过去哄他 我那时候真的 想死的心都有啊 别别别别别 你那个比较危险 用吃边 就是不理你了呗 对啊 又要哄他 又不理我 这干嘛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 我是他的女学员 然后他现在身边 那么多女学员 我肯定就是不安心啊 所以我肯定就会害怕 他的女学员里面 也会有其中一个 今天是女学员 明天就是一部同学朋友了 而且我都已经跟他 一个一个地解释 我今天要 给哪个学员上课 对吧 而且我如果不工作 我哪里有钱花 家里又不给钱我 对吧 然后出去买东西 你又大手大脚的 一种款式 你要挑好几种颜色买 那你不阻止他吗 我就劝劝他了 劝劝他 他就单场在那里吵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非常累 我觉得我全部的精神和精力 都已经用在他身上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男孩子陪女孩子逛街 就是要哄女孩子开心啊 就是应该的呀 一个款式买几个颜色的话 就是因为我对那款式喜欢呢 我觉得千金男买心头好